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当时突然隐退 让很多粉丝心痛不已 如今的她当真离开得干干净净 让人感慨万千 在演艺圈齐齐伏伏47年 67岁仍旧截然一身 非玉清身上其实有太多不为我们知道的故事 非玉清本名张严廷 出生在台北一个普通家庭 是家里的老妖 上头有一姐姐和一哥哥 也是没想到 这姐弟三人后来都成了娱乐圈中的话题人物 姐姐张严琼曾是一名歌手 后来顿入空门成了横竖法师 哥哥张严明成为了台湾著名主持人 一名张飞 而非玉清红遍两岸三地 被誉为歌坛长青树 但在成名之前 姐弟三人的生活并不如意 不但家境清贫 父母还在他们年幼时离了婚 直到有一年 在酒吧助唱打工的大姐张严琼 被唱片公司看重 进入了娱乐圈 他们的生活近况才有所好转 后来张严琼更是将两个弟弟一同带入了娱乐圈 17岁那年 非玉清被姐姐推上了一档歌唱比赛 她以一首《烟雨斜阳》拿下了第四名的成绩 随后 她被台湾流行音乐大师刘家昌发卷 签约成为了一名歌手 正式开始演艺生涯 因为嗓音温柔纯净 非玉清简直是当时歌坛的一股清流 没过多久 她便凭借晚安曲 孟陀琳 易简梅等金曲 拿奖无数 迅速走轰 在8090年代的华语乐坛 她与邓丽君 齐玉 蔡琴 罗大佑等人分庭抗礼 那时更有人言 论华语乐坛情歌之罪 女友邓丽君难有费语卿 大概因为她一直活跃在乐坛 以至于现在说来都不敢相信 她们竟是同一时代的歌手 2006年已是新一代乐坛歌王的周杰伦 因为欣赏非玉清的中国风唱腔 向她发出了邀约 两代风格迥异的歌手首度合作 一同演唱了千里之外 没想到这次的合作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这首歌大火 更是让非玉清唱上了央视春晚 娱乐圈更新换代迅速 新人层出不穷 乐坛的潮流也在不断变化中 老一辈的歌手要不转换风格 要不渐渐沉寂 非玉清固执地唱着那些老调的情歌 坚持着她独特的唱腔和风格 却切切实实地火到了现在 非玉清在乐坛 无疑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去她的演唱会现场会发现 她的粉丝群体遍布老中青三代 简直是乐坛一奇观 不过常年在娱乐圈打拼的非玉清 在2019年宣布缝迈后 便消失在荧幕前 如今三年过去了 完全没有非玉清的消息 也让外界十分好奇她的近况 其实过去她就曾在风漫演唱会上 聊到自己退休后的生活 更曾曝光自己所居住的豪宅内部 非玉清曾透露 希望自己退休后能过上闲适的生活 由于之前一直在演艺圈打拼 所以希望之后可以到处走一走 还特别点名阿里山 那么知名的地方她却不曾到访过 还因此被爸爸念工作太忙 所以连阿里山都没有去过 更表示如果在路上被认出来 她会请粉丝喝咖啡酗酒 非玉清也回忆 她最喜欢开网共聊的火车路线 这段路对她来说有很多的回忆 他们年轻时 哥哥张飞会在海边玩风帆 他和妈妈坐在岸上撑阳伞 他们当时没有一起玩 也成为遗憾 因此张飞知道非玉清要隐退还问她 愿不愿意一起去玩 让非玉清忍不住说 哥哥的邀约竟然还要问我愿不愿意 当然愿意 非玉清以前和张飞一起主持综艺节目时 还曾曝光过自己的百平豪宅 整间房子的风格干净明亮 大多以米白色为基调 十分简约 非玉清的百平豪宅 其中还有一间房间是专门打麻将的麻将房 而非玉清的卧房 也是几乎没有太多柜子等杂物 看上去相当简洁 另外 非玉清还介绍了她的客厅 空间看起来相当大 目测 光是客厅至少就有十平起跳 而非玉清还特别介绍了墙上的词画 并说这是她的人生座有名 一直希望不管古今世事 愿勇为天地闲人 这一直是我在寻求的一种生活的境界 非玉清隐退娱乐圈后 还是有很多歌迷关注她的境况 这也让有些人有了可乘之机 2021年 有网友为了制造噱头 特地捏造非玉清重症的消息 事后 非玉清的经纪人辟谣 而这位捏造事实的网友一直出面道歉 虽然是捏造的资讯 但却让网友窒息了非玉清那时的身体状况 非玉清的经纪人还曝光了非玉清的态度 以及现在的境况 据其介绍 非玉清听闻这段造谣之后 根本就没有理会 经纪人也是用一笑置之 形容非玉清当时的反应 经了解 非玉清退圈之后的生活十分简单 可以用咸云野鹤来形容她的动态 照顾花草之余 剩下的时间就是养养小动物 偶尔还会外出旅游 而综艺大哥大张飞 也曾被问到弟弟非玉清的近况 他透露 其实两人很常见面 且觉得现在的非玉清 生活非常优先自在 令人称险 张飞先前表示 虽然非玉清已经退休 但身体状态仍保持非常完美 唯一可惜的是 后面的金矿没有继续挖 但张飞也认为 能看到弟弟现在这么舒适的生活 其实也很替他开心 以前我们很少谈心 闲话家常 现在他回到云淡风轻的生活 觉得童年时候的弟弟 终于回归大自然 就是很温暖踏实 在非玉清身上 丝毫没有任何曾经是明星的距离感 当然 非玉清的退休生活是不需要担心的 毕竟 他在娱乐圈打拼了这么多年 继续人脉是不缺的 唯一让粉丝们感到遗憾的 是他的感情生活 非玉清如今是孤身一人 并且似乎是没有结婚的打算 先前还有人造谣 表示非玉清是同性恋 对此他本人也一笑置之 先前 郑红仪就曾提到 他记得非玉清之前接受访问时 被主持人问 还是处男吗 他当时就会 哎呀 那个都被我的右手破坏了 接着 他就将手伸出来和主持人说 来 跟大嫂握握手 此话一出 让全场来宾全都笑翻 郑红仪也佩服地说 非玉清用高级的笑话 来转化她在生理上的需求 所以说 非玉清的感情世界一向神秘 仅传出过和日本女友密婚消息 以及和天后江慧 一段无疾而终的暧昧情 演唱比赛出身的非玉清 在二十几岁时 结识了风华正茂的安景千惠 安景千惠非常喜欢非玉清的歌声 更是为她秀气儒雅的形象所吸引 而可爱坦率的安景千惠也深深地吸引了非玉清 两人随即坠入爱河 年轻气盛的非玉清非常珍惜这段恋情 而且爱得非常高调 即使参加金钟奖这种盛大的场合 也会带着安景千惠 两人幸福的模样也是羡杀旁人 1981年 双方在一众亲朋好友的祝福下 在台湾举办了订婚仪式 随即非玉清和安景千惠 一同前往日本拜见女方家长 安景千惠出身于传统家庭 在见到非玉清后 其父母也非常满意 但考虑到家中的传统 要求非玉清必须入赘 并且还要加入日本籍 而非玉清是一位非常孝顺的孩子 考虑到父母和家人 最终忍痛拒绝 虽然安景千惠极力劝说父母 但依然没能改变他们的心意 就这样 两人不得不解除了婚约 一对苦命鸳鸯 从此老艳纷飞 与非玉清分手后 安景千惠一直对非玉清念念不忘 但却无力改变什么 随即他在家人的介绍下 结识了一位日本男子 然后与对方步入婚姻 婚后退出了娱乐圈 像大部分日本女人一样 选择回归家庭 但他说会在心里 一直给非玉清留个地方 而唯一能够缓解思念之苦的方式 莫过于听非玉清的歌 因此他成了非玉清最忠实的歌迷 这一听就是几十年 即使怀孕时 他也会把非玉清的歌用作胎教 在他心里 非玉清一定会为自己祈福和保佑自己 后来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升 非玉清也有机会到日本开演唱会 此时的安景千惠早已成婚多年 孩子们也渐渐长大 但知道非玉清要来开演唱会 他就带着孩子到现场表达对非玉清的支持 多年来 每到非玉清生日 安景都会在社交媒体发文祝福非玉清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早已超越男女之境 而非玉清在与安景解除婚约后 已经对爱情心灰意冷 年过六十仍是单身状态 在二人心里最大的愿望 莫过于对方越来越好 这样纯洁神圣的男女之间的感情 也确实让人赞叹 此外 非玉清在圈中一直洁身自好 并没有过多的绯闻 除了无疾而终的初恋 便是和歌后江慧的绯闻 外传江慧 非玉清有过一段情 甚至传出两人曾经秘密生子 对此 横竖法师受访时怒批 不可能 他怎么会帮我们家生小孩啊 我们非玉清是见不得人吗 婚礼都没摆 生个鬼哟 他也透露 从小就跟非玉清打勾勾约定 绝对不胜孩子 至于张飞曾追求江慧的绯闻 横竖法师一样断言不可能 他称 江慧当年脸蛋非常漂亮 但身材太瘦 不是妈妈会喜欢的类型 此外 横竖法师透露 当年江慧还是歌谈新人时 有一回上节目欢乐假期宣传 制作单位请他背着写有江慧名字 和新歌歌名的版子 原本他不愿意 是以故综艺教父黄毅雄再三拜托才答应 他只说自己是对方贵人 并表示 江慧是我背他出来的 不过 横竖法师表示 江慧当时下节目后并没有表示感谢 是成名很多年后才透露 横竖法师也是我的贵人 对这一段过往似乎颇有微词 江慧的经纪人陈子红声明表示 过去黄毅雄与江慧吃饭时 二姐都会提起此事 并表示非常感谢当年的主持人 包国梁先生及横竖法师的帮忙 若说他不知知恩 怎会一直提起此事呢 有了非玉清姐姐的澄清 似乎表明了两人的绯闻 确实是无稽之谈 不过非玉清除了自曝 半夜开车到江慧家 聊天到天亮 更透露曾交代晚辈 未来扫墓时 江慧的墓在旁边 也要记得一起打扫 当下让江慧感动直呼 如果非玉清向他求婚 会答应 虽然两人的感情最终仍没有下文 但也让人见证 彼此多年来的好交情 如今 非玉清虽然没有什么消息传出 但是既然是他自己选择隐退的 想必他每一天都过得怡然自得 也希望他多注意保重身体 安度晚年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祝你们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 请期待